細光子概念股 華麗轉身 找機會買 10萬訂閱 謝謝你們 未來一起努力吧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集正式 我是Cathy 讓我們歡迎華信投股投資長 許江振博士 許博豪 主持人好 全國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受惠於AI資料中心的規格提升 最近CPO光通訊族群 其實是非常非常強義軍突起 我想問老師 概念股現在是可以買的嗎 等我講完你就知道了 今天台股跌了130點 為什麼會跌呢 因為國際股市都跌了 上個禮拜我們也漲了很多 上個禮拜漲了262點 再往前一個禮拜也漲了166點 再往前一個禮拜又漲了9點 所以已經漲很多了 週限已經連三紅了 連三紅嘛 所以休息一下有什麼關係 而且跌下來的時候是量縮 就是好的 是價穩量縮 這有利於大盤續空 這是今天的狀況 那你看這個日線來說 上個禮拜連漲 禮拜五回跌 那今天也跌了130點 大家看一下那個框框的地方 有一個大綠色的圈圈 仔細看一下像一個W 所以後續要追蹤這個線型的發展 講到這裡再看一下 貴買指數也是呈現 連續兩個禮拜上場 那這個日線來說上個禮拜也稍微回檔了一下 那回檔之前前幾天都是上場的 跟上市股市是差不多 所以現在台股可以說是指跌回溫往上走 那大家關心的是什麼 個股 對啦 在個股之前 第四季到底會不會漲 對 那第四季會不會漲很重要嘛 那過去24年來的經驗 24 24 像這個是過去9月跟10月 這個月薪跟週薪的狀況 剛剛有講了一下 過去24年來 台股第四季上漲的機率是75% 很高耶 對下跌機率只有25% 也就是說漲的機率是下跌的機率的3倍 而且我們明年又總統大選 對你問的好 總統大選過去六次的總統選舉 其中有四次 前一年四次選舉的第四季都是上漲的 只有兩年兩次選舉是下跌 就是總統選舉行情也是漲是跌的兩倍 所以剛剛在做個匯總 24年來股市第四季上漲 第四季上漲的機率是下跌機率的3倍 那總統選舉行情 第四季上漲的機率是下跌的機率的兩倍 那即使2011年那一年是選權第四季是下跌 但是選後的第一月 一月份投票 投完票那個月還是上漲的 所以是漲的機率是大於跌的機率 這是過去的經驗 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那要怎麼樣來佈局 佈局什麼樣的股票 今年是AI連 AI是不是很夯對不對 那後來AI為什麼休息了一下 因為漲太多了 漲多回檔是正常的嘛 那另外就是AI伺服器的出貨量速度不夠快 那為什麼出貨量速度不夠快 因為它上游的COWAS產能不足 COWAS為什麼產能不足 COWAS就是這種堆疊式的晶片 那堆疊式的晶片一下子需求量超3倍 那當然是來不及供應嘛 所以就供應不足嘛 所以如果能夠達到AI伺服器這種高速傳輸 高速運算的這個功能的矽光值 這種就能夠讓AI更好速度更快 可以來取代堆疊式的晶片 取代COWAS的功能 那什麼叫矽光值的這種堆疊式呢 就是用光來傳輸 取代用電傳輸 光的速度是不是比較快 對嘛 用光來傳輸嘛 所以這個就是將一個光的通信模組 跟這個交換的晶片把它組合在一起 在一個插頭裡面 小小的 用這樣來傳輸速度會比較快 運算會比較快 因為它放在一起 那另外可以減少功耗 那它的缺點是什麼 缺點就是說這麼小的東西壞了怎麼辦 怎麼修理啊 所以現在規格還沒統一 一旦規格統一以後那速度就會快 那根據研究資料2022年到2027年 這個產業連戶的成長力有19% 另外一個統計資料是到2033年有46%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商機 大家是不是都要來做 是不是 未來趨勢 是啊 所以現在的趨勢 現在2023年已經走到了800G了 為了要傳輸速度快一點 未來有1.6G 3.2G的發展 所以這個光的通信模組是最重要 像這檔股票創威 63年它是做光的通信模組 所以它也是很重要 你看這幾天 7月份漲了一波最近又漲了 你看它日線來說 今天非常強漲停 是啊 今天漲停 禮拜五又漲停 所以已經2根了 那能不能買要注意一下 現在稍微等一下就是說 它這個已經第三根的時候 你就可能要賣了 主力如果第三根沒有出貨 那你第五根就要出貨了 就要買 所以你還沒買的時候的人 你就先等一下 那你已經買的人就準備 這個獲利了結 那還有像這一檔 3450的聯軍 它是做光通信模組 另外也做CPU的封裝 那這一檔股票呢 過去也漲過一陣子 那現在正在休息 像這一檔股票 你就是等它拉回來以後再買 現在直接拉回來在月線 月線58塊5的地方看能不能鎖住 鎖住的人已經在進場 所以現在選擇這個 長線布局的股票 因為第四季我們剛剛說 第四季會漲嘛 選擇成長型的股票 那不要追高 等它漲上以後再獲利出場 這個影片請按讚分享出去 開啟小鈴鐺 我在博士爸爸學的文藝 繼續追蹤 謝謝許波的分享 想知道更多財經資訊 記得加入老師的群組 那財經見識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所以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至根本 在這實地擇房產業 必在收看頻道 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財收看 讓你賺盡第二份薪水